法相为时中报名咯 时间每周日9点到12点 开学日2024年7月7日周日 联络人蒋路华课程助理 手机0960-593-815 备注欢迎来电预约专场试听讲座 以下则是法相为时中诗之阵容的坚强 首先班导师 士圣玄 学术背景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现任决西宣全球红化精英平台 首席执行官CEO 宗教与和平协庆会副理事长 历任福人大学纽约长岛大学 学术合作计划案 首席执行官CEO兼讲师 李悦德教授强强联合 玄壮学术研究员 法相为时中硕士博士教授 监察院第五届监察委员 朝阳大学会计系兼任讲座教授 我们训练两个都非常成功 一个杨宗县他也是今天回来喔 他也是今天回来 但是他的班机还没到 所以他今天不会来上课 就是说他是从德国飞回来嘛 所以是长途飞行比较容易发生霧点啊 班机抵达霧点对 那杨宗县也是杨宗县他是去玩的嘛 杨宗县是去出公差啊 忙到不行了 忙到不行 但是他所有的圣词都扛着 都扛着不肯放弃 这个就是生命力再强大嘛 这个真的非常了不起 下个礼拜他来上课 我们再给他掌声鼓励 他真的也是非常了不起 以前我们未曾想过 他可以这么强大 生命力可以这么强大 现在经过训练以后 果真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个训练的这个机会 现在你知道未来的大地震会直及哪一个区吗 知道吗 叫做米伦断层 到米伦 伦敦那个伦 米伦断层 米伦断层区通过哪里嘛 那里就是下一次要地震 不久的将来很快 通过双北你要知道 通过双北 那个区域图通通都已经出来了 这不是电视新闻的什么违言耸听 这是专家学者 非常知名的地质学家 他去解释为什么 为什么下一次的地震会在北部 而不是岐岐啊或哪里 都不是 而且再也不是 镇央在海里头 不是他已经移到 移到陆地上来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威力有多强大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问师傅 要躲到哪里去 来我请问你们 要躲到哪里去 我上个礼拜不是举例了他们家隔壁有一个慈祭人吗 他在奇迹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子真的倒塌就只差他五公分了 所以他是他是没有被压死但是他亲眼看到那个那个惨况嘛 所以他发愿他一定要救人 他就是自己经过生命的苦痛了嘛对 好那你说 徐璃月 诶那个 法师同学妙吉祥如意 好的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是徐璃月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诸佛如来出世在世间都会 都会大地震动啊 哦 抱歉 抱歉 那个大地震动是诸佛在入定当中 视线他的大威神力可不是地震啊 那也不叫大地震动 六大震动 对 是不 还好你师傅比你强太多了 要不然全班都被你蒙到这样一嫩一嫩的 不是 你说的那完全不对 跟世间的大地震完全不一样 那个是诸佛讲经说法一定是在入定的状态 然后即便他在你面前讲经说法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是在入定当中 所以他讲经说法圆满的时候 感召大地六变震动 这个是每一部青年到最后都一定会这样子记载的 跟世间的大地震 诸佛啦那个你不能说那是高能量 我又讲地震你说那是高能量的呈现 诸佛本来就是高能量嘛 那还用在解释嘛 诸佛从头到脚通通都是高能量嘛 他就是高能量的载体嘛 所以虽然诸佛已经持世 原籍好几千年了像释迦摩尼佛原籍好几千年了 为什么我们耸他的经典 仍然可以从他的经典里头摄取到高能量 为什么 他的精神与世长存 他的精神永不流失 这就是耸经的重要性嘛 你要知道 对啊 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诵经 你没有诵经的话 真的很困难 你要怎么来取得高能量 真的非常的困难 对 好 那为什么会有地震啊 台湾为什么 就是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地震 人情傲慢 你每次拿起来都没有自我介绍 我是徐里悦 因为人情傲慢 所以感觉地震 你这个答案我不能说你错 但是太不完整了 还有谁给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你说人情傲慢 好来讲的话 那偷懒偷窃都不会感召地震嘛 所以你那个答案是有缺失的嘛 不是吗 我来让俏俏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讲的话试着来分享 我觉得是就是共恶业的满业 就是属于台湾人 共恶业是叫做共恶业 共恶业包括两大面相 共恶业包括两大面相 我保证你不会 就是我执跟法执嘛 我对自己的执着 执着于 这就是我的 我就是要最好的 别人死光光没关系嘛 法执就是 我一定要学净土宗嘛 其他的宗我都不管 这法执 这都是都是赶召恶业啊 你要知道我执跟法执 这两个祸端赶召各种不同的苦 地震就是其中的一个 今年是非常苦的一年 非常艰险的一年 全世界裁员不断啦对吧 马斯克预计要裁掉一万四嘛对吧 现在已经裁掉的六千 就是那个工厂里头的 新招募的那个员工 新招募已经讲好 我要录用你的六千全部都不用了 所以你知道全球的经济 那个不叫做不景气 那个也不叫做萧条 那个叫做恐慌经济恐慌 一定不是 那个经济的不景气 有好几个层次嘛 不景气 depress或称为depression名词 然后经济萧条 recession对吧 然后现在已经不是这种层次了 现在是panic恐慌啊恐慌 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都是今年我们要共同面对的 所以一定要有方法 否则我一直讲你要躲到哪去 你真的没地方躲啊 你要躲到哪去啊 整个双北通通通都碰到了 这个米伦断层通通都路过了 它必然要发生 而且能量那么大 就是它爆发的能量那么大 该怎么办 我们要一起度过 而且要用正确的方法 要用正确的方法 这是最重要啊 因为你没有用正确的方法的话 你有可能误以为你的方法有效 但是后来发现没效 然后你又开始生气嘛 对吧 所以上课是很重要 上课你先摄取高能量吗 为什么课堂 师傅的课堂有高能量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你别的课堂没有高能量吗 然后我要问 是不是每一个课堂都有高能量啊 是不是有本样 不是 那为什么 师傅的课堂为什么有高能量 来 因为 我 大家好 我是徐李月 对是 因为师傅讲的都是正法 而且 而且都是帮助我们 开发我们的心境 但但但但但 那别的师傅讲的 就不是正法 所以这不对啊 别的师傅 讲的也是正法呀 那该怎么办啊 佛陀教育基金会请的师傅 该不会讲五四三的嘛 对吧 差异在哪里啊 因为我们要跟诸佛连线啊 要跟诸佛连线 连线才有高能量啊 要跟诸佛连线 是 要跟诸佛连线了解 欢迎您 请问您是 郭局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郭局变好瘦啊 整个脸都瘦了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对 对 一个刚刚才回国的 刚出炉的 对所以所以这样就不对了嘛 这样你光这样想就知道不对嘛 哪一个人能告诉我 诸佛的课一定是高能量 来 1 2 3 go 好 蒋诺华试试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诺华 试着来分享 好 因为法师超越二元对立 超越二元对立 就进入高能量 然后怎么知道师傅的讲经说法 超越二元对立 这才是大重点 其他的法师不见得 讲超越二元对立 超越二元对立是文书最最出名的一法 文书就是诸菩萨要晋升成佛 最后的临门一角 帮你把智慧完全彰显开来 那文书最厉害的一招就叫不二法门 不二non-duality 什么意思 就是超越二嘛 二就是二元对立嘛 他不讲善恶 他也不讲贫富 他也不讲恐惧喜悦 不是 他说善恶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你应该平等看待他 他说贫富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你应该平等看待他 那你说穷人这么苦啊 都没钱吃啊 富人天天享受大鱼大肉 酒肉雌龄 怎么会是一样 对啊 贫富本来在原生的地方 他是同一个啊 是来自同一个本源 后来轮到贾为什么贫穷 过程他造作无数多的恶 那个恶就是执着我 执着法 执着一定要这样 执着一定要那 这样就带来大恶严 这样懂吗 文书就是特别强调 你看到世间的很多的佛像啊 或者是麦克风啊 然后你就开始分别 这个是阿弥陀佛啊 那是药师佛啊 那是观音啊 我就喜欢阿弥陀佛 其他的我不要 那你就是我执太严重了嘛 对吧 文书就是要大家看清楚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善恶 来自同一个本源 为什么今生你会变成喜欢阿弥陀佛 就是累世 你有跟阿弥陀佛结善缘 比如懂他的经典 听他的法嘛 所以来到这一生的时候 你还是喜欢阿弥陀佛嘛 所以但是就本源来说 这是没有分别的啊 他没有哪一尊佛高哪一尊佛低 没有这样子的区别的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特别留意 你的那个你是很善良 但是你的根本没有打开来 所以你还是非常执着 执着于一定要耸什么 能源咒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啊 对吧 那念观音难道不行吗 念南魔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难道不行吗 是同一个法律啊 你自己在区别 这个就叫做我执 这个也叫做你的方法的执着 叫法执 我执跟法执加起来就是共恶业 就会感召各种不同的困境 这样你可以懂吗 可以 你天天看报纸 你天天看报纸 你看不到师傅讲的这么通透的的意理啊 对 我要天天听金文会 对 对对 你要用麦克风 因为如果你有听我们的播出的视频 你就会知道 有人他不用麦克风讲话 那个人就惹人很讨厌嘛 对不对 那个人是不是就叫徐李悦啊 一定要学习用麦克风讲话好不好 法师同学妙吉祥 我是徐李悦 我要天天听金文会 对对非常好 对就这样子就对了 就这样就对了 好 你很有进步 大家给他掌声鼓励 非常好 徐李悦 徐李悦 对好 所以回到大地震这个议题 你想好了嘛 你要怎么 不叫做避开来啊 你避也没办法避啊 你一定想办法 避免跟负能量 大地震就是负能量嘛 你看大地震要来的时候 它都是低频耶 它都是低频耶 所以那些动物它都会提早知道 天上几百只的鸟在那边飞 动物它对低频比人更熟悉啊 我们是会听到更高的频率 它低频啊 还有猪一口气冲出去猪圈 就是它先感受到 感受到异样了 就是因为它感觉那个低频好强大 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它害怕了赶快冲走 所以地震要来以前一定是有征兆的嘛 对吧 所以现在 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就是你应该要怎么离开地震 你千万不要跟负能量相应 你跟负能量相应 所以你就绝对是必死无疑啊 因为太强大了嘛 太强大了 你看那个纪录片 就是以前也有7.8级的大地震 921是7.4级嘛 还有台湾还发生过7.8的 这一次预期会有8 8到9.8就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可是那你说是不是日子就不要火了 当然也不是啊 日子要照样要过火嘛 然后就是有方法 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先看 深入缘起断诸邪剑有无两边 邪剑就是有 你执着于有 执着于无都叫做邪剑 因为那会让你起烦恼 那会让你起害怕嘛 对吧 所以就统称它为邪剑 邪剑就是有无你让它对立起来了 生死你让它对立了起来 善恶你让它对立了起来 所以老子《道德经》讲 水能复舟水也能够载舟 水能够载舟啊 让船在水上走啊 对吧 运输啊 但是水也能够翻船嘛 复舟嘛 所以你说水好不好 所以《道德经》又有一句话 上善若水 上善至上的善是超越善跟恶的 超越载舟跟负舟的 没有 不是说你分辨不出来善恶 不是 上善就是已经 你已经可以接受它载舟也好 负舟也好 你都能够接受 为什么 那就是因缘而已嘛 所以才说一切都是缘起啊 因缘而起啊 你今天有有因缘来到这个课堂 代表你必然行很多的善 否则你不可能有机会进到这个课堂 不可能 一切都是因缘 因缘 贯穿了你的生生世世 所以佛教讲 缘起要深入去探讨缘起 然后呢你会看到斜贱 斜贱就是任何二元对立的 生死啦 善恶啊 还有吗 来举例给我听听看 二元对立的 One two three go 你有在记 有齁 好来 别妙吉祥 好 美丑 美丑 好 能不能来一点更细致的 因为现在举的都是表面上的嘛 美丑 善恶 贫富 这都是很表面化的嘛 更细腻的 精神层面的 有吗 One two three go 有吗 好 蒋罗娃 有喜 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罗娃 试着来分享 就情绪上 是 有喜悦 跟忧愁 忧喜嘛 就是忧喜嘛 对 忧跟喜 就是二元对立 还有吗 祸福 可不可以 祸福也是啊 时间上 也有二元对立 有没有 时间也有二元对立啊 淡戏 有没有 淡就是白天 戏就是晚上 人有淡戏祸福 有没有 淡戏祸福 为什么人有淡戏祸福 这都是不好的 就是你看他们都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嘛 对吧 那还有吗 生死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 现象界所见 通通通都是二元对立 桌子的黑白 高矮 对吧 通通都是二元对立 好 我们先进入直觉思维 完了以后我们请那个陈敏玉分享他的日本行 完了以后再请尤本阳来讲解一画一世界 好 直觉思维 来 那个郭菊你以前在的时候有直觉思维吗 没有 有 你都没有练习 对 你都没有练习 一定要练习 真的 现在已经跟以前那个时代很不一样了 现在学佛你如果还是很传统在学佛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而且也危害太大了 你把佛法贬低了嘛 对吧 嗯 好 教师同学妙吉祥如意 好的 我是徐李悦 好的 我的直觉思维是一念生三千 三千归一念 这个旋风啊 就是你一念就会生三千 就会一直扩展扩展 可是你讲的要跟这个主题有关 而不是你生三千要干什么呀 因为缘起啊 缘起就是会让我们 我们的心念像瀑布一样 一枝一枝 不是瀑布吧 瀑布吧 穿流不洗 嗯 然后 然后 心念如瀑流 如瀑流 然后会烦恼不断啦 你烦恼不断你 你执着就学 就是 这样子就乱掉啦 就 这样就乱掉啦 就是你讲太空泛了 讲一大把一大把一大把 我要你 所以为什么训练这么重要 看图 这是你的话题 然后这个是你要 就是这个是你的新文信 这个是你的文本 今天要讲的 这三个要串联起来 你的阅读量才有分数 否则你没有分数 你现在就没有分数 所以师父训练阅读量 并不是说 你要很高的阅读量 No 我要看到你方法正确 我要看到你方法正确 你这一招你如果不会的话 你现在要跑阅读量 谁理你啊 现在是人情非常冰冷的一个时代 你靠你的兄弟也不可能 你兄弟不可能理你 你靠你的子女也不可能 都不可能 你一定要有方法 你丢出去到市场上 市场愿意复合你 所以你要选一个 这一个是来抓取市场 复合你的关键重点 所以你这里要下苦功夫 你要先描述好这个是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的新闻 跟今天的新闻有什么关系 然后今天的文本讲课是要讲这里 这一二三要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吗 养一次 当然啦 要不然你要乌龙过去 就是这个旋风啊 就好比一念升三天 就会你如果不止息的话 就风暴就会一支延续下去 然后三千归一念 就是这个喷的这个水柱啊 就三千归一念 就归一念你就止息了 然后三路远起啊 因为我们的源起有会像有瀑布 可是这样不成功耶 这样不成功耶 这样人家五个字就要表达这个图了 那你讲了个N9了 这怎么可以呢 不可以不可以 你们示范给他看吧 你们两个比较有经验 示范给他看 好 蒋肉啊 你要学习这个真的很重要 这才是走在时代的前年啊 奥阿瑞奥恰罚法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讲部法师者来分享 刚才那个就是有讲到源起嘛 源起就是因缘合合到的那一步 所以本来是法尔如是都是空性 都没有东西 但是因为源起我们有了造作 就有那个旋风开始因缘合合 就有开始那个旋风 那旋风开始就是引起现象界 让我们看到了嘛 抱歉 让我们看到了以后 它变成就分上下了 分上下了 甚至上下 所以变成二元对立 有上有下有左右 因为有了这个现实的物质的东西 让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自己就因为斜见的关系 你自己就把它分作有无啦 上下啦 然后整个一大堆二元对立 所以才说我的解说就是 它就是因为因缘而起 然后造诸邪见 因为你落入了有无两端 这样子 ok 你听到吗 你大概可以领略 可以喔 对 因缘而起 因缘而起 对 所以你要很精简 要很精简 不能在这里阐述一大把 不是 这里不是让你阐述 你要写出来的话 你要五个字就解决那个话题 然后都很短很短很短 要练习 没有一个人生来就会 要一定都要练习 你试试看 你可以吗 好 你一定没问题 你看你在日本都还可以全雷达 太厉害了 哦 我那天晚上还迷路了 哦真的吗 后来你怎么回到酒店啊 做Uber 哦靠Uber 因为已经10点了 我觉得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但是因为我要出发前 就是那个自由行社团里面 就说他们说两个人以上 就可以搭计程车 哦才不会危险 没有他们是说其实那个钱差不多 哦 就是就是你如果这样share的话 哦是两个人可以共 共乘啦 对对就是尤其是 每次都会有人问说 哦他要带爸爸妈妈或小孩 对对 共乘 只要是带那种 最重要的是共乘你没讲 哦对 你刚刚讲两个人就可以搭计程车 那三个人难道不可以 对啊是啊 共乘啦 共乘就是不认识的人 嗯 随机抓来一起一起搭 哦对 叫共乘 哦就是因为现在汇率低啦 所以其实那个自由行社团上面会 很多人建议说 那个等你上台再介绍 你现在不要迷失主题 哦呵呵呵 就是对 只是太多天没有利他 现在能量很低 对 好 嗯 就是 呃师傅还有各位师兄 啊我用带带帝 陈明玉 呃适者回答 就是 首先我们看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呃我们中 中间这个红红的 漩涡或者是星云或是各种 对 但是这些都是因为我们 呃协知协念 恶心恶念 形成的一个分别或是障碍 嗯 然后他就会把这个空间或是宇宙 分成两个部分 那如果像我们今天有来这里听经文法 然后学习深入缘起 就可以我们的这个念头 就可以像中间那个贯穿这个有无两边 超越 对就可以超越 超越有无两边 对 哦太好了 太好了 对对对 欸那个你们健康厉害 还有你们家和服 你们也要练习 也要练习阅读量 因为你每天练习的话 你每天都有法布施的功德 这不得了欸 对 比你赚钱更重要欸 真的 因为赚钱只是在现象界而已 但是你有法布施 三种布施法布施为罪 罪就是最大的功德 因为他会帮助人觉醒 帮助人从善如流 对吧 所以法布施为罪 三种布施 财施法施 五位施 辅上财施是绝对是一等一的 但是法布施一定要加强 你看师父没有钱 但是师父大量做法布施啊 我每天法布施没有间断过欸 然后 还有就是 除了每天的播出我还教学啊 对吧 这么辛苦 为什么 法布施帮助人觉醒嘛 对吧 所以你要练习好不好 好 你要分享什么 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瓦斯再来分享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的领头羊嘛 一年前还没有开始 我知道名誉师兄一开始法布施就很 不是 那个财师就很强 他一直都有帮他所知道的人 甚至反正他就有用他们的名誉 那个供养法师 但是法布施比较弱 那时候法师并没有推这些训练过程 训练的 对 结果那个 明誉师兄接了领头羊以后 因为每天领头羊必须服务所有的 所有的同学 他就有这个有功德 然后因为这个团队本身就是法布施的团队 对 他变成他促成法布施 然后除了自己 源源不断 对源源不断 一天有八个段 八个十段 十段来帮助大家法布施 八个十段 每一个十段两个小时 就十六个小时 所以这个功德有多大 所以你看一年前 我们在刚开始跑阅读量 事实上名誉师兄平平 对 不出色 而且那个时候他的阅读量 好低喔 对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怎么做完全不知道 可是您看现在他多强 现在他都打败了那个 那个谁 都到了 阳中线 对阳中线 而且他是持续的 因为就是你功德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不会突然掉下来 上上下下 你已经有一段一定的功德 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嘛 然后另外他也 以现在名誉师兄说他也在开始放生 他事实上就 放生还有送金 因为他养金原来要开刀 师傅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能开刀 对 千万不能开刀 因为对你没有好处啊 世神经这么细微 你万一碰到世神经 你就瞎了啊 得不偿失啊 是啊 所以我才觉得说 我们现在这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说一年的训练是如何 如何 看若两人 对对 那您像刚来你看 那个就说 郭局 郭局 对就是他们刚进来 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有很大的转变 为什么 因为没有接受训练 对 您看现在看名誉师兄出国 这个也可以做 那个也可以做 通通都可以做 因为他完全跟上师傅的训练节奏 除了每天的法布施以外 还有要写作 要写作 新的报告两篇 一个礼拜要有两篇 因为有两个课程嘛 对吧 还有每天播出你要写一段那个 叫什么 新的报告的另外一个短的叫什么 回应文 对 短篇的回应文 对 他通通都跟上 他通通都跟上 但是有一个他没跟上 他以前比较好 现在没有没有做 及时回应文 就师傅有时候突然开示一大把 我要让俏俏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讲的话 试着来分享 我相信以前前一 在这之前 在训练以前 对 就是事实上这些军援 我相信也有 但是不敢公布 对对对 不会 不会特别昭示出来 对 我下面给你 如果你要六百八十一亿 给我们 我也会给你 但是 但是我不能上台面给你 对对对 但是因为你现在建株协建 你就是本来如果 不把他隐秽在下面 就是你如果在台面下 大家都相安无事 对对 变成他是没有 有跟无这两回事 虽然我给你 士同也没有给你 但是如果我们公租 我向大众公布的时候 你就是行程 现在已经公租于是 对 所以中国大陆会被欺怒 对 所以行程对立 就是已经落入有无两边 对 你同样一件事情 你可以用不落入两边的方式 不恶中道去解决他 就是用私底下给 对对 看似没有 事实上是有 不上媒体的 但是你公租了 你造成两边在上火那边火 对对 事实上是指同样一件事 是是是 所以 这就是一种技巧 可以 可以懂 你可以懂我在讲什么 可以 你要不要试试看 还有那个 那个谁 所以廖佩君也来试试看 一定要 要进入法布施 法布施 会 会促进你们家生意更好 对吧 你们两个 试试看 你们都 都说以前曾经经历 直觉思维 但是 都没有练习 因为那时候人很多 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训练嘛 就是后来我不想要人那么多 就是我觉得训练好最重要啦 才会对当事人有帮助嘛 对吧 这边不就一个最好的例子嘛 对 对是 我自己也有感觉 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我马上讲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讲路好 试着来分享 因为我觉得 答错法师是 由浅入深慢慢引导我们 甚至课程也是 从前面的这个照片开始 这个图开始 到后面的经文 事实上都有关系 都有 所以我们真的 因为如果我们答错 因为我们就是在休学阶段 我们也没有禁忌 答错事实上是应该的 对 所以根本不必怕说 我这个答案是错的 因为错的才是正常 你如果每题都答对才是不正常 对 所以应该不要怕 努力的去讲 我会一就是一 对 应该是这样 就像许里悦 经常 许里悦经常答错 对吧 他就是答他心里想的事 对吧 不一定跟主题有关 对 像他这个就是很 很单纯的一个人 对吧 大家好我是讲话 所以我为什么为事实上 前面的两三个月 几乎都是在陪 完全听不懂 陪听的嘛 完全听不懂 那时候法师 我是真的是为了支持法师而去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因为前面度过了那些黑暗期 发现因为法师会不停的讲 而且我相信 不同 必停不停的 对 複习 反复複 不是不停的讲 因为你第一节课不懂了 第二节课同样的问题法师可能用 另外一个角度 第二堂是有连续 如果你中间空一段 你再跳过来是会有断层 那如果你每一次都有来听 不管你听得懂 听不懂 因为后面都会再接上去 对 那你能量一直保持在很高 法师因为同时讲 讲课的同时是在注入高能量 对 你就会发现哪一天你突然懂了法师 在讲什么 对 突然懂了 对就突然懂 像念经一样 念了一两个月以后 突然知道 突然中间有一个以前不懂的突然懂 对 突然好像脑洞大 就突然开了 突然被累积到突然懂了这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法师都是在慢慢引导我们 对 是 对 师父讲的课一定是最深的 不可能前的课交给师父讲 这个课是文书的延续 文书是终极本质的最深 唯实是现象界的最深 那为什么要讲那么深 尤本阳 为什么要讲那么深 麦克风 为什么要讲那么深 讲前一点不就好了吗 拜拜就好了吗 因为讲的深才能真正的理解 才会从根本的觉悟 他直接要害了 你要讲的深你才有可能帮助众生觉醒起来 你讲的通通都是去拜拜的这样子 拜拜当然也很好啊 但是那会停留在现象界上面 所以一定要深 就是深化你所学的毅力 对你的觉悟才有帮助 而且当有大灾难来的时候 你的甚深的毅力才有可能支持着你 度过这些困境 否则你度不过的 你真的度不过 我想到这边有一张师傅用同学的名义去乐捐的 缓解台湾7.3级大地震的灾难 希望台湾人真正觉醒少造恶业 6000块 还有一个是黄赫俊的 黄赫俊现在还很危险 是不是 对 这个是你为你的同事 是吧 他非常的危险 他很危险 他蜂窩性组织炎没有好转吗 没有好转 但是我看他每天直播的 折的照片非常危险 哦 他还是肿那么大 但是他好像已经被清水泡了 哦 这样哦 我看他太可怕了 太可怕 蜂窩性组织炎会致命 对 会致命 对 会致命 待会下课你再 还是你现在来拿好了 我怕下课发面包 发到忘了 对 你要跟他 要跟黄赫俊讲 师傅每天都有在为他回向 对 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癌症病人 对 然后 淋巴癌 第四期 等发现的时候已经第四期了 然后去开刀 结果现在下半身全部瘫痪了 所以真的能够不开刀最好 因为医生也不喜欢让你瘫痪 但是他束手无策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懂道理 懂道理好修行 今天要公告帐幕 你们有看到 好好 好像那个谁啊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我说你突然瘦下来了 那个 郭渠跟叶雅香 因为他们两个 你们两个是收到了师傅播出的材料 但是收不到师傅的开示 你没有收过开师傅的开示 有时候师傅会把 比如说帐幕啊 帐幕的那个公告 会公告出来 但是不是 不是 像这边 一直都有维持来上课的 他每一次 师傅每天一定有开示 一定有开示 不只是播出而已 有开示 你一定要拿到那个开示 才有办法成长 那你怎么样可以拿到那个开示 你就是必须要来上课嘛 你都没来上课 像以前我有给李立云 但是他没有来上课啦 所以师傅就把他撤掉了 杨中棚也是 就是浪费嘛 浪费资源 所以一定要很特别的留意 留意就是 所有的训练是对你好 而不是 因为这个训练 因为你从别的课堂 你根本拿不到的 完全不可能拿到的 你要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 特别的珍惜 师傅的课程喔 法师各位同学 我来讲这个生命实践喔 那那个日就是我 因为是我 从小收养一只野猫叫鼻蛋 那 心就是 遊圆管养的小鸟 那我现在的生活 每天都听到猫叫 鸟叫这样子 喔 那根据那个海参堡车股指引原理 电子的位置跟速度 没有办法同时观察到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去碰到这野猫在那边叫 所以很小就给他收养 也不知道 遊圆管什么时候去 也是养的小鸟 我们现在以前是没有 都没有养的 你不知道 对对对 那 再来就是 根据那个双共实验 就是说 因为我关注了 所以 看到那日猫被我领养了 那 他从那个 宇宙波幻序的 叠加状态 变成栗子的摊叉态 让我看到了 所以我把猫收养了 但是 遊圆管养猫 养到那个 死掉好几只 那他都很伤心 但是 小小死掉了 他只是从 历史的摊叉态 变成波幻序叠加状态 到宇宙的能量场 他并没有完全消失掉 所以说 可以不用那么的难过 那 比方说我 貓 还有这个小鸟 我们都是共同 组在这个 都在我家 都共同在这个空间嘛 那 那根据那个 宇宙前习官 来讲的话 宇宙的多位空间 是从 紫集合 那 我们都是凑造 宇宙长气宫的照射 那宇宙长气宫 是以他的 光波的方式 他的波长跟相位 所以他人 三百六十度五指角的 教到我 教到猫 教到小鸟 任何细微的东西 他人都能照照照 所以 这个 我们就是本具这种 长气宫的本质 所以 心佛众生都是 一样的 都具有佛的本性 所以我们就是 都会互相产生影响 那再来就是 呃 祈许就是 大家 我是觉得要 我们追求是回归一个本性 因为 像我是历经 重大失败的人 人波折很多 但是 我后来有切误到 小时候怎么很快乐 因为那时候 没有受到很多污染 那 就越长大 能力越差 污染越多 我们 修行就是要找回 我们原本具有那个德性 这样就 能快乐的过后 好 谢谢 非常好 对 非常好 最后的 最后的 所以他没有 没有余时 我按锁一下一次 我打了两次 好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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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渊恩广你来点评好不好 1 2 3 go 来 好 麦克风 对 師父好友哥 師兄 恩阿王喬喬喬地 陳明玉士哲 点评 首先我觉得这个 游本杨师兄 他的这个上台分享 跟生活非常的结合 对 然后甚至他有引用 最近 師父早上播出的视频 就是生死 就是他直接把他 跟这个 结合 然后甚至跟这个 有缘广 家人 对 对 就是跟生活的结合性很高 但是应该在最后 那个宇宙全习惯 这个部分也是比较薄弱的 恩 对 对 好 还有吗 每一个人都试着点评嘛 因为你从自己的点评就可以看出来 自己的观察的能力够不够强 对 对 加油 欸 那个 廖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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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我让你休息一下 好 各位同学好 好 嗯 我觉得尤本阳今天讲的生命实践 如果要跟上一次他讲的那个主题的话 嗯 上一次那个主题 我们假使用分数 有100分好了 是 今天我觉得可能就剩七八十分 哦 原因在哪里 原因可能 那一天我们两个都不在 哈哈哈哈哈 没有这随便随便那个讲的啦 就 没有这这是随便乱掰的 嗯 嗯 应该是 應該是说我 我知道他很用心 然后上一次他第一次 他其实应该有想好怎么准备 对 然后因为他这礼拜 最近他一直出差工作 然後甚至只睡兩三個小時 可是我覺得他是接受挑戰的 我其實很欽佩這一點 喔 太讚了 給他掌聲鼓勵 要配金布披露我們都不知道 大帥哥只睡兩三個小時 我要來講 好 你要來講 你要來講 對 但是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 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的法師姐來分享 我覺得兩次 兩次事實上那個 尤本養上台 師兄講的真的是 以第一次第二次這樣能夠 事實上 大部分我們都是上上下下 有時候好有時候不好 所以從這個他兩次都表現 而且是初次表現 對 他才剛剛換回課堂 對 初次提升 但是他講的每一個 每一個科學理論都是對的 對 而且他是要看著那個講 不是死輩來講 他是真的了解 用自己的語言來講 對 用他的語言來了解 所以我覺得 尤本養師兄 他做事是有動腦筋的 他不是隨便背一背 或者他做生意是有先思考過 我要怎麼樣去研究 我要怎麼來講 然後最後用他的方法 來做這件事情 對對 所以就是我從 對 我是從他的兩次 我發現他是這樣的人 他不是沒有動腦筋 他不動腦筋他不會去做 他要有萬全的準備 他才要做 這是我的觀察 是這樣對不對 我不知道對不對 他現在要回應你了 他現在要回應你了 我直接給我回應一下 其實我連續兩個禮拜都很忙 我幾乎五天就在外面了 外面是指哪裡 出差要出高雄台中這樣跑來跑去 我真的沒有時間準備 但是我是利用開車的時候 在想一集 因為開車你只要注意不要出車禍就好了 然後開車的時候在想 看講得通不通策 然後有去 就今天大概4點到5點 有稍微作弊一下 翻那個網路 看看上次人家講得怎麼樣 再上次講得怎麼樣 稍微整理一下 就接上來 是是是 你還是有課前的準備 有課前的準備 對 是有方法 是有智慧 對對 是是有智慧 那個劉弘揚 劉董也是特別有智慧 你聽他講話 他那天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 我就說那就是姻緣 可能過去式的姻緣 所以他看到我 沒有見過面馬以前 但是他非常開心 然後之所以要去關懷他是因為 他就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也不想講話 在家也是什麼 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可是那天看到師父他 特別開心 特別願意講 而且講很多啊 他本來不 本來是不跟我們一起用午餐的 他要趕去董事會 可是那天他意猶未盡 他要說 我可以跟你們去午餐嗎 對 所以他特別的特別的開心 對 然後還要相約要去高雄 對 所以看來他已經活過來了啦 對他非常非常好 他也是跟你一樣非常有腦袋 非常用腦袋瓜在做事 對 而且耐力很夠 他有講他剛剛進入光染的生意吧 對吧 他說為了要研究這個光染的生意 他花了三年總共虧損了四千多萬 他說一般人如果虧損一千萬就考慮 算了吧我乾脆不要了 可是他還是不死心 他繼續繼續繼續 然後前三年都虧了 到第四年終於被他搞成功了 他說他總共虧掉四千多萬 這一點也是非常不容易 這個是值得敬佩 因為您也提到說 您自己也會有虧損嘛 對吧 所以你們都有相同的特質 一般人就是有一點虧損 就恐懼啦害怕啦 不願意再繼續啦 對 但是他顯然是跟您一樣 是有特質的企業家 對 是 對 好那師傅來 欸你們兩位 我講一點 對 這個沒有對錯 對對這個沒有對錯 對 不要害怕講 他講才會清楚 對 你要講什麼 講你心裡想要想的 有本養 欸你以前有看過他嗎 因為我 靠近 因為我聽不懂 喔你聽不懂 因為你缺課太多了嘛 缺課太久了 我一定很認真在你去的時候 對不容易懂 因為你中間完全空白嘛 完全空白 而且這個是很深啊 他有科學理論的 對 好 那那個誰 葉雅香 葉雅香有回來幾堂課 可是還是缺課太多啦 缺課太多就不容易連貫嘛 對啊 試試看 你想一下 欸你要不要講講看 你要不要試試看 欸 許里悅 欸 許里悅你下一次不要 欸人家要拿麥克風給你了 你下一次不要缺席 因為你是可以調教的 你知道嗎 對 是 是 我也是跟周恩師姐一樣聽不懂 但是我覺得他 他對科學理論講的 講的那個科學的那個那個名詞 都講的很很流暢 很流暢 而且面面俱到 面面俱到 然後這是我應該像他學習的地方 我對這些科學理論 我都不太懂 我會上網查看看 然後去瞭解 然後 希望我以後也能講 喔 太讚了 給許里悅掌聲 對 你看吧 他跟你一樣 因為他中間也是來來去去的 好長一段時間都不見人影 突然再為事班又突然出現了 我說你上哪去啊 怎麼這麼久沒見面 然後我請他再回來上課 你看他跟你一樣 完全不懂科學理論 因為他沒有持續到課 但是你看他的發言多麽感人 我也是我跟你一樣 完全不懂這個科學理論 但是我聽到這個主講人他很流暢 對吧 他至少講出來他自己的感受 然後他也講說我希望我努力學習 有一天我也可以上台去講 對吧 多讚啦 對吧 這就是明日之星嘛 對吧 正向 對很正向 非常非常正向 所以期待你有一天要能夠上台 好不好 你告訴我 你上一次告訴我說你要寫作 結果你也沒有 我那個中文用語 對 轉成文字 才學會 我是把它錄成一根檔 然後沒有轉成文字 我國語字是今天才學會 才學會 然後回去會 會再 轉成文字 太好啦 他現在開始要寫回英文了 對 而且我從班早就知道要寫600個字 對 600個字是什麼 你如果有想要上榜 上榜就是競爭很激烈 你如果第一名 似乎就會幫你轉成英文 然後全球 掛出來全球都在看 對吧 那就叫上榜 你就要有600個字 那你寫不了那麼多 500就不會被記過了 500是合格線 600是上榜線 這樣你可以懂嗎 問題是我沒有苦肉 不知道還要經過一個軟體 要不要用 你直接用手機Google打次數統計 Google Google上面打次數統計 對 打次數統計 用手機就可以了 次數統計 次數 次數 幾個字 就在Chrome的那個區塊打次數統計 不用下載 好 所以你只有來師誤的課 你會學到新東西嗎 我會成長 你會成長 對啊 是啊 而且你也是喜歡成長的人 對吧 對 非常好 很高興看到你進步 你現在也要開始學寫作了 然後下一個目標要學上台去講 對吧 對嗎 我跟你講話你都不理我 好 那師傅來點評 其實油本養真的很不錯 他除了很流暢以外 就是說 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在講什麼 我發現 有些人上台去 他搞不清楚自己在講什麼 他自己 油本養他知道他自己在講什麼 即便是這樣子 還是有一點點小瑕疵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就是 什麼是雙縫試驗 什麼是雙縫試驗 你要指出來是心的觀測 心的觀測叫做雙縫試驗 你是有講我用心去觀測 但是你沒有說心的觀測就叫做雙縫試驗 對 所以一定要講出來 要不然聽的人搞不清楚 對吧 再來就是 上次廖佩君講說 他最不懂的 就是 宇宙全習觀裡頭 宇宙全習觀 你今天可能時間太緊張了 宇宙全習觀沒有講的特別 沒有上一次那麼好 我相信 廖佩君也是這樣子的體會 宇宙全習觀 第一點你就要講 不同維度的空間互為子集合 不同維度 譬如我們現在是三維空間 螞蟻是二維空間 UFO幽浮是四維空間 不同維度的空間互為子集合 所以我們看得到螞蟻嗎 我們看得到二維空間的螞蟻 代表三維跟二維是互為子集合 我們偶爾也會看到四維的UFO 他們摔下來到三維空間 被NASA的實驗室撿走了 這個都再一次的證明 不同維度的空間是互為子集合的 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到感知 感知得到不見得能夠看得到 因為譬如說陰間 陰間其實離我們很近 我們常常傳統的教導就會講 陰間是在下面 No 不是 陰間就在我們旁邊而已 只是因為能量階位的不同 所以我們看不到他們 我們聽不到他們 但是他就在我們左右而已 對吧 這都可以告訴我們 不同維度的空間是互為子集合 要請陰間的亡魂起來 來到這個現象界有沒有可能 有啊 那就是一個咒語 通關的咒語去指使他 他就可以能量提升到有像的現象界 他就可以聽到我們 聽到像觀落音就是這樣 你把他請上來 我們看不到他是因為我們是不同的能量階 但是透過那個咒語 他可以聽得到 哇 怎麼這麼吵啊 怎麼這麼吵 因為觀落音通常都很多人圍觀 大家都會議論 你怎麼那麼吵啊 你們在那邊在幹什麼 怎麼這麼吵 可見他已經進入我們這個現象界裡頭了 但是因為能量階位的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不到他 好 所以第一點你一定要強調 不同維度的空間是互為子集合的 那我們不同維度空間的眾生 是接受最高維度超級宇宙長極光的照射的光照 超級宇宙 那就是最高了 最高了 佛教就稱他為佛 基督教稱他為上帝 天主教稱他為天主 就是最高的那個聖人 他投射的光照稱為長極光 長 就是恆長不變那個長 就是平常那個長 極 氣滅 極末那個極 長極光 長極光他就是永恆的光照 無量無邊的光照 照哪裡 照所有不同維度的空間的眾生 不管你在哪一個維度 你都接受他的光照 而且更稀奇的是 你被光照的時候 被光照的那個東西吸收到的是 投射長極光照射下來的光坡 光坡 你們有講到 光坡的震幅跟相位 呈360度 呈360度 一定要注意到光坡 現在最流行的不是黃仁勳那個晶片 已經不是 叫矽光子 矽就是一個石頭的石 一個矽 一矽兩矽這樣矽 矽 不是 比如說他照射到我的指甲 我在指甲 充分的接收到他的光坡的震幅跟相位 是360度完整的接收諸佛的照射 而不是像照片這樣子 照片之所以成平面是因為他只採用到 擷取到光線而已 差異是在這兒 那這個是光坡 注意到光坡 一定要注意到光 因為未來的走勢就是矽光子 矽光子 我今天本來要跟大家分享矽光子 但是為了因應搶救我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地震 對 所以我希望 我們等一下看到那個影片 最後他會告訴你 要怎麼樣你可以集氣 全球集氣 所以我臨時改變主意 本來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矽光子 這是最先進的 比那個黃仁勳那一套晶片強太多了 強太多了 對 所以時代是一日千里的 萬里啦 應該不只千里 所以這個照射下來 之所以能夠有什麼作用 為什麼一定要強迫 強調是光坡的震幅跟相位 通通都去足成360度 那就是代表 諸佛聖人照射下來 我接受他的照射 即便是一根頭髮一個指甲 都是完整的飽涵 諸佛他所有的完整的整個宇宙的所有的信息 雖然只有這個指甲這麼小 但是還是長期光是擁有整個宇宙完整的信息 我的指甲也是擁有整個宇宙完整的信息 所以才說心佛眾生我三無差別 是同一體啊 同一體 我天天我現在也在接受長期光的照射啊 那你說 可是我怎麼不覺得啊 因為你的那個肉體嘛 肉體阻礙了你嘛 讓你不知不覺嘛 對吧 然後你的業障啊 我們照無量無邊的惡業 因為我們的業障讓我們看不清楚嘛 也看不到嘛 今天是因為你來聽失誤的課 你才知道有長期光 諸佛聖人的照射嘛 對吧 你不來上失誤的課 你哪能夠知道諸佛聖人 他對所有的無量無邊的眾生 24小時分分秒秒 時時刻刻 不管我們在哪裡 他一樣的在加持我們 這就是一種加持嘛 照射 光照就是一種加持嘛 那我們為什麼跟他 他跟我們基本上是沒有斷線 沒有 因為他是連線的嘛 那我們為什麼會覺得說 我好像沒有收到 因為我們照惡業嘛 所以說照業多可怕 世人常常跟忠憲利一樣 有一個非常要不得的行為 就是行善很多啦 一直行善像忠憲利 哇 樂圈都是第一名 一直行善每天製作視頻 很低名 但是也經常照惡啊 對吧 睡覺余食啊 然後又回龍啊 這不就照惡業嗎 對吧 世人常常照惡都不算 自己都放過自己啦 對吧 然後行善就想 我今天樂圈了多少 我又救了多少蚯蚓啊什麼 哇 這個行善都記得清清楚楚 自己照惡都當作沒有那一回事 其實都不是這樣 我們所照的每一件事情都被記錄下來 當我們照惡太多的時候 諸佛是不變的 祂是如如不動的 法爾如是 祂就在那裡的 祂一直對我們光照啊 然後我們是因為照太多的惡業 所以我們無從了之啊 你要知道 宇宙全息光就是來告訴我們 這麼一回事就是 長期光跟不同維度的眾生是沒有阻隔的 是完全連線的 是完全連線的 所以最小的指甲這個小局部 可以融射整個宇宙完整的信息 整個宇宙完整的信息都在我的指甲上 你就很難想像 對吧 那佛經就講得很清楚啦 叫什麼 做 威城裡 威城就是這裡 轉大法輪 轉大法輪就是轉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整個宇宙的 所有一切的一切 做威城裡轉大法輪 就是在描述宇宙全息光 好 所以你一定要上書的課 你上書的課你雖然聽不懂 一次兩次三次你終於會懂 對 好 今天書要來讓大家看同品共證 鐘擺的實驗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的那一句 那個就是救命的方法 我們現在迫切要拿到地震來了 我怎麼怎麼搶救 對吧 地震還沒來的時候 我怎麼怎麼樣可以有更多的人來為台灣的 已經可以知道即將變成適時的台灣大地震 怎麼樣去搶救嗎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視頻 這個視頻讓我覺得非常震撼 我也希望把它分享給大家 在視頻的開始 我們發現實驗者正在隨意的波動 會發聲的鐘擺 根據鐘擺的聲音和擺動 我們可以看出 在實驗的一開始 所有的擺動都是雜亂無序的 而且聲音非常嘈雜 但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些鐘擺有的正在慢下來 有的正在加速 他們的擺動頻率正在發生著變化 而且趋同一致 在臨界時間點一分零四秒 所有的聲音突然變得正直化一 我覺得特別的神奇 這些鐘擺沒有直接相互接觸 它們之間相互影響的媒介 就是自己發出的聲音和聲波 通過白色平台所傳遞出來的震動 從一分三十五秒開始 從一分三十五秒開始 最后一個方向相反的鐘擺 也開始加速的擺動 也開始加速的擺動 以其他的鐘擺開始趨同 以其他的鐘擺開始趨同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所有的鐘擺和擺動的聲音 都整齊化一了 你是不是覺得很神奇 其實這就是震動 共振就像一個紐帶 將萬物相連 將我們大家相互連接 根據量子力學的著名共識 萬物都是震動 我們的想法也是一種震動 因此也會產生共振 相互影響 當一群人同時發出同樣的想法 我們所產生的想法 共振將會帶動很多人 當足夠多的人同時發出 非常美好的想法時 所產生的強大共振 將會帶動全世界的人 為全人類帶來良善的未來 而這個臨界人數是十四萬四千人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在一起 共同的冥想 同時發出善念 共振出一個美好的世界 我們也希望將愛之手的美好 傳對到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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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伯成佛 又來了 一段思維一下 看你們了解了多少 看你們了解了多少 好 來 好 同學廟吉祥如意 好 這個 共振 同頻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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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好像那個蝴蝶效應 然後 就好像蝴蝶效應 就好像說 如果全世界有八千個人都念佛 這世界就能夠帶動 這世界就能夠轉變 我想到的是那個金空大法師 他的DM上面寫的 全世界有八千個修行人 就能夠改變這世界 你千萬不要再講下去 人家數據都已經在實驗裡頭了 不是八千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試著來分享 因為他剛才 類似這樣就可以用在我們的地震 譬如說地震就是那個很大的負能量在那裡 但是他 如果說同頻共振 如果說大家都是高能量 他可以變成14萬4千人 注意到14萬4千人 如果台灣有14萬4千人 在同時發出善念 這個同樣 譬如說我要超越這個地震 希望地震不要來 然後變成說那個震波 如果說每一個個體都像一個鐘擺 他就會帶動整個共振 到達你想要達到的那個 因為會趨同 等於趨同 就是說我現在希望能夠解脫這個地震之谷 我來解釋 你這樣子會把大家都帶暈了 對對對 是 因為你自己還不夠熟練 我師傅為什麼要播出這一個 這一個視頻 在這個時候特別特別特別重要 一開始師傅不是有問你們說 地震來了你要躲到哪去 真的沒地方躲 我不騙你 沒地方躲 他那個米輪大斷層太強大了 這房子全都倒了 他說30年以上的房子幾乎是會全倒 講路啊你們家房子幾年了 保證30年了嗎 對吧 是啊 對啊 那你要躲到哪去啊 對吧 所以這支影片 你應該要善於了解裡頭的意涵 然後運用在此刻 這個地震即將來臨的時候 你看一下師傅整理出來的 量子力學著名的共識 共識就是大家通通已經都認同了 叫什麼呢 萬物都是震動的 因為plank量子力學之父plank他有講說 我是1918年諾貝爾講物理學得獎人 我一生研究這個物理的現象 我可以在這邊告訴大家 沒有物質這種東西啊 那這些物質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能量波的振動 那地震是不是也是能量波的振動 是一樣的啊是一樣的啊 他說物質就是能量波的振動 頻率比較低的就變成固體的 這物質性的 能量比較 振動頻率比較高的 就變成是精神性的 所以這種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懂 所以 視頻裡頭是日本的科學家講的 就是萬物都是振動的 把我們連結成一個扭帶link 就是連結成 連結成了一條就對了啦 你我沒有斷掉 通通靠著共振來連結 怎麼連結啊 現在地震是負能量 怎麼知道啊 我不是講嗎 動物最早感知到動物地震要來 所以豬整個衝出去了 這個什麼鳥 成群都在天空飛 因為他感知到這個低頻負能量出來了嘛 對吧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他就是把我們連結在一起 我們想辦法不要進入那個負能量的那個扭帶裡啊 我們要盡量忘高能量 你到為什麼我特別希望大家到師傅的課堂 師傅的課堂因為超越二元堆利必然是高能量 幫助你從你原來的負能量撈起來先到正能量升華到高能量 你沒有做這個動作你沒有來到這兒 你沒有辦法融設那個高能量啊 你要知道啊到這個課堂的重要性 因為他說共振就是一個扭帶 他就是把我們串連起來 如果我們低頻的話就會被共振到地震那一頭去了 如果我們高頻的話 我即便是在米倫大斷層 我高頻我不跟他相應啊 你懂這個意思嗎 是相應的問題 我現在要尋求不要相應 這個就是你要努力的地方 鐘擺彼此並沒有接觸喔 沒有接觸喔 你看他每一個鐘擺有沒有手牽手 沒有不用接觸啊靠的是升波啊 升波就可以傳遞你的那個能量波啦對吧 你看鐘擺彼此沒有接觸 靠著自己發出來的聲音 升波帶來的震動頻率來證明萬物都是震動的 所以我沒有去接觸到這個地震 但是那個震波會把我拉下去啊 這個是可怕的地方對吧 所以我現在藉由師傅的課 我把自己升華起來到高能量 自然跟這個地震是隔開來的嘛對吧 這一點你一定要要特別特別注意到 從剛剛那個實驗裡 從1分35秒開始 最後一個方向的鐘擺也加速的擺動 然後就趨同了 趨同就是變成同一個方向同一個頻率 快慢都同一個 1分35秒就做到了 所以他說當一群人同時發出同樣的想法 比如說在我們這個課堂發出了美好的想法 然後我們全體都發出美好的想法 這個想法也會帶動共振頻率 為什麼 唯士班的同學一定要知道啊 為什麼想法會帶動共振頻率 想法就是念頭嘛 念嘛 念它就一定會有頻率對吧 想法會帶的共振會帶動許多人 這個要怎麼來帶動最少要有14萬4千看到嗎 什麼8千你隨便亂講 14萬4千這個是數據啊 日本科學家做出來的數據 要有14萬4千的人同時講台灣不會地震 台灣一定不會地震 你要投出這個善念出來的話 台灣會離開那個低頻的那個共振的那個米倫大斷層 這是最好的辦法啦 再也沒有這個這麼好的辦法 問題是你去哪裡找14萬4千啊到哪裡 網路 拜託錯啦 網路你說你的他說他的 沒有人會在同一個時間集中14萬4千 那就是傑西軒花了12年推出來的全球大迴向嘛 12點半 我們是12點半 日本是往東走 他們日本12點半的時候台灣才11點半 所以日本11點半的時候他已經在做迴向在投出正能量了 然後接下來12點半台灣中國這一個遠東地區 通通通12點半一起發出正念再往西走 接下來就是泰國他比我們晚了一個小時 在台灣的13點半的時候泰國也緊接著發出正念 所以一整圈全球一起發出正念 只有這個方法能夠確保台灣不地震 所以你應該要加入那個全球大迴向啊 你們有參加嗎 12點半 12點半你有嗎 你們要參加啊 因為你自己的迴向力量是不夠的 你一定要靠這個大迴圈 就是每一個國家都在這樣子做 然後你也散盡你的心力加入擴大你那個影響力嘛 擴大你的那個影響力 那這個全球要累積到14萬4千有困難嗎 當然不會有困難啊 就是你需要有人在推動嘛 大家趕快加入全球大迴向 12點半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發出正念 要台灣遠離這個地震 這樣可以嗎 你們回去以後要大力的 你看師傅這麼忙碌 師傅一定會 禮拜五我因為要發那個教學視頻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三天 我不會發給你們那個全球大迴向 禮拜一到禮拜四我一定會發給每一個人 全球大迴向包括你們兩個人 都有全球大迴向 你為什麼要12點多的時候就開始發 就是要提醒你12點半要全球大迴向 所以你要跟上那個節奏 因為你靠你自己迴向力量太弱了太弱了 你也要參加知道嗎 你要為搶救台灣的地震 你能善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嗎 這樣知道嗎 你再也不要什麼八千都隨便亂講的 這個有科學理論的對吧 所以你不要道聽讀書 你不是哪一個大法師他講的一定要是對的 一定要有理論根據嘛好不好 你否則你也是危害別人嗎 隨便講什麼八千對吧 同平共振才有辦法搶救困境 一樣嘛你的缺錢的苦也好 愛情的苦也好 災難的苦也好 你想要解脫那個苦 你就是一定要找到同平共振 你就是要跟善結合在一起 跟善結合一起 你找不到人可以來向你投射善 你就是趕快12點半 那個是最重要 12點半 你參加12點半的全球大迴向 全世界在這一個區塊遠東地區的人 12點半都在全球大迴向 日本11點半就是台灣的11點半 他們已經開始全球大迴向 泰國13點半就是台灣的13點半 泰國是12點半 他們也在全球大迴向 依此類推 這方法師傅發明的你看吧 所以你要有智慧 你有智慧你不怕災難來對吧 你沒智慧就是天天在那邊害怕害怕 害怕就是負能量 你自然跟地震相應對吧 好的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已經觀賞完了 非常重要 吻合現代 這個災難來臨前 我們必須要共同集氣 搶救的一個重要的量子力學的影片 片名師傅將它立名為 同頻共振 同時呢 師傅也做出了 各位同學 您要新的報告寫作的第一段的名稱叫做 同頻共振搶救困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已經面臨了 強大地震的挑戰 所以我們共同來看這一部片子 師傅做出了示範寫作的示範 首先師傅要闡述的是同頻共振跟同理心的關係 共振的原理 resonance 意指當兩種不同周期的物資 或者是精神能量相遇的時候 震動頻率強大的物資 會促使較弱的一方 以同樣的速率震動 因而帶來同頻共振 那麼同理心呢 在心理學的範疇 同頻共振就是形成同理心empathy 也就是視穿他人的血 在本位上感同身受他人的邏輯行為 乃至於事件的發生脈絡 換句話說 同理心就是帶來同頻共振 那麼這個共振的原理或同理心 是不是有碰觸到對方呢 鐘擺實驗中 鐘擺彼此並未接觸 靠自己發出的聲音聲波 帶來震動頻率 根據這一點證明 萬物皆是震動的 我們杜化家人搶救困境 我人不靠碰觸 就可以投射正能量 200到700能量間 那就是善用意念 思維升華去搶救 人是實地物不用靠碰觸 接下來呢 剛剛師傅解說的是科學的理論 接下來讓我們共享佛法的義理 怎麼教導的呢 佛法的元起法 跟這個共振頻率息息的相關 元起法 the law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它是佛教的基本義理 指成宇宙萬象 都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這些關係立基於 無數因緣條件的相互作用與結合 換句話說 沒有任何一個失誤 它是可以獨立存在的 沒有 第二個師傅要介紹 元起法的學修的功能 第一個 幫助我們深化義理 幫助我們正確認識宇宙萬象 立基於元起法 我能不應將宇宙萬象 視為靜止不動的石油 取而代之 宇宙萬象是不斷變化 而且千億法動全身的相互影響 當今的科學量子糾纏 也已徹底證實這個重點 接下來 師傅繼續介紹元起法要益 第二點 強化思維 直擊要害 觀察宇宙萬象 超越習慣性膚淺與表象 植入其背後的因緣與條件 第三就是教導我人超越健行的障礙 那就是超越我執法執 修行的兩大障礙就是 唯有正確認知 宇宙萬象的存在 來自同一個本源 而且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才能夠幫助行者超越我法二職 與宇宙萬象和諧共處 師傅做出了小宗論 因此元起法也是 訓練直覺思維的重要理論與工具 有助於個體 藉由現象界而深入探索 終極本質 ultimate reality 進而願意進入有相賠福 與無相修會的實修 根據這一點 有效搶救現實的人生困境 接下來我們要共同繼續來討論 如何來度化家人 第六大法 師傅提供六大法 第一個喜聞樂見 離開這個原則 只會讓雙方水火不相容 第二 傾聽加分享 傾聽幫助當事人釋放負能量 分享則是藉機正向鼓勵 注入正能量 第三 避免強迫共識 傾聽與分享 不是進行溝通協調 來強迫形成共識 這都不是 只是常見一般的弊端 結果案情一發對立 導致每況愈效 第四 要展現破兵成長 身教才是真正的射受力 切莫強制他人配合就範 應該善用學佛的破兵 理性謙卑 恭敬寬廣接纳 不同的人事實地物等 第五 有相賠福 因果 因緣果報 誦經念佛執作懺悔 並且回向 不消夜 一切問題無解 消夜是用功德來償還 不消夜 則是用自身受苦來還 所以一切是講 講的是因果 第六個 無相修會 超越因果 方法是 思維昇華 能量會濁生 能量濁生的果未盡生 然後呢 幫助行者 根本智慧彰顯 最後 原正菩提 正物終極的真理 接下來 師父要舉證 有相賠福的經典的解析 唯摩金 無我疏雲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後是果 今生做者是 清文教導 佛教所有的教導 立即於元起法的因果關係 由自己造作的身口意行為 構成因與原 並且無限延伸 橫射三時 過去現在未來時 修行Practice 藉由落實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用以致盡其意 Purify your mind 有相賠福的方法 既有 誦金念佛慈咒 懺悔 禪定 坐禪不在腿 懺悔 協助釋放負能量 200能量界以下 今咒號 則飽含 聖人的高能量 700到1000能量界 禪定 則強調 心物的合一 接下來師父要來繼續介紹 無相修慧的經典解析 那就是 師父要援引華言經 菩薩清涼月 由於必定空 垂光照三界 心法無不限 經典教導 即將證悟佛果的菩薩 在行職中 體悟天上清淨無染的明月 映現出必定空的終極真理 這就是菩薩最終極的證悟 毕竟空大放極淨光 劃破三界無明彈案 令終極本質 與現象界的宇宙萬法 如實彰顯 無惡無別 宇宙原初空有變距 有無相生的合一 這是對立面最初的和諧統一 最後師父做出一個大宗論 就是同頻共振搶救困境 第一點師父論述本文量子理論 指出宇宙萬象都是共振的 換句話說 是不需要靠碰觸 即可傳輸個人的能量 第二點佛教基本義理 原其法 則論述宇宙萬象是相互依存的密不可分 換句話說 正是因為同頻共振的原理 讓同一頻率的人事實地物聚合在一起 呈現互為因果的相互依存關係 第三 最近全球面臨天災人禍的強大挑戰 本文義理提供 人人藉由自己投射善念正能量 能量皆是200到700 日本量子力學此口實驗時指出 只要聚集14萬4千人的善念 即可抗衡全球大災難 師父在這邊特別祝福全球 每一個國家都能夠解脫生命的苦痛 進而了悟生命存在的意義 接下來 現在我們已經圓滿開場視頻 接續要解說明相同時援引經典 好那師父盡快來講 菩薩有四個無畏 大無畏 大無畏 我先解釋什麼叫緣起 緣起就是眾緣合合而生起 譬如說這個機關筆好了 他的因緣有什麼 要有這個材料嘛 對吧 要有人發明嘛 第二個緣還有什麼 要有工廠生產 然後要有人賣嘛 對吧 要有人買嘛 對吧 眾緣合合 緣起就是眾因緣合合 你看到的每一件事 通通都是眾因緣合合而生起的 所以 外道 就是心外求道的那些中派 有些人他們就會認為說 這是菩薩給的 這個是阿拉給的 NO 我們的佛教不是這樣主張 都不是誰給的 是眾因緣合合而成的 舉例說明 譬如說 地球大爆炸 宇宙大爆炸產生地球 宇宙大爆炸 宇宙為什麼會大爆炸 是 諸佛要他大爆炸嗎 當然不是阿 是他的因緣 各個因緣合合起來 到了那個時間點 他自然大爆炸了嘛 對吧 為什麼雙北要面臨那個 米倫大段成啊 為什麼 各個因緣結合起來了嘛 對吧 所以這就是因緣法 眾因緣合合而成的 也就是各種條件合而生的意思 一切有違法 有違法就是現象界的一切 都是由眾因緣合合而生的 桌子椅子電腦麥克風機關柄全部都是各個條件結合起來的 緣起性空 這是另外一個詞 緣起剛剛已經有講 世間一切事物都是由眾因緣合合而成的 這個是在講現象界 性空是在講終極本質 我們所看到的所有現象界裡頭的一切 都是因緣合合的 但是他背後的終極 終極的那個真理就是空性的 因為他是空性的 所以他可以照耀接納一切的因緣來 我就幻化成為皮包啊 因緣再來我幻化成為激光筆啊 因緣再來我幻化成為茶杯啊等等 所有的現象界的一切都是因緣合合的 要注意到他的背後有一個支撐他的終極的真理 他是空性的 什麼是空性 空性不是代表沒有 空性是他如如不動就在那 然後呢 他來成就所有的現象界的一切 這個就叫緣起性空 看到嗎 緣起是指現象界 性空是指著他的終極本質 四五位 欸 我為什麼 這個 他是掉下去了 你們的麥克那個講義也沒有 四五位第一個能夠持無所謂 就是那個菩薩他是能夠對一切法 他能夠聽聞 然後就持守不會流失啊 叫做持無所謂 然後知根無所謂 知啊他能夠知眾生的一切根 所以這個是菩薩的第二大特色 再來絕疑無所謂 就是你問他任何一個問題 他都能夠 你難不倒他 他什麼他都能夠回答你 絕疑嘛 這個就是菩薩了不起的地方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了無所得 他回答了你了以後他不會執著於 就是他不會執著於 一定要這個答案一定要那個答案 因為他知道每一個眾生的根器不一樣 有的眾生你跟他講很深的法 他聽不進去 有的眾生需要講很淺的法 所以他了無所得 他會知道眾生的根器 因應眾生而給這個答案 師父因為今天那個紙本的答案的講義沒有 我等一下下課的時候就傳那個電子檔的講義給大家 你們自己去印 第四講今天是第四講 生日緣起斷珠邪見有無兩邊 這是我們今天的經文 經文大致上是這麼說的 善解法相知眾生根就是根器 諸大眾得無所謂 這個大眾指的是菩薩 菩薩得四個無所謂 剛剛講的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 用這樣子的大無畏心還有功德智慧 來修養他的心性 向好延伸色相第一 這個似乎都在這邊有解釋 舍諸世間所有的嗜好 名稱高遠 欲於虛明 虛明就是虛明山 身性堅固 猶弱金剛 像金剛一樣的堅固 不會被摧毀 法寶普照 而這個要念欲 第四聲 就是下甘露 像下雨這樣子 降 就是能夠 浮降甘霖 浮降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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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眾言音 就是說各種的語言 微妙第一 深入緣起斷珠邪見 今天的主題 深入緣起斷珠邪見 有無兩邊都是二元堆立 無負於襲 你超越了二元堆立以後 你連習器都沒有了 就是可以連習器一起超越 師傅把它解釋一下 紅字就是在經文裡頭 善解法項有沒有這裡 就是如實的知一切的法項 都是緣起信空 緣起講的是現象界 信空講的是它背後的終極本質 所以佛法為什麼這麼深不容易懂 它就是paradox 它就是一種悖論 緣起代表有 信空代表空性 所以它是空有一體的 它是空有一體 之所以困難就是 我們習慣看到有 沒有辦法理解背後的空性的毅力 文書法教之所以深 就是它訓練你 你以後就會變得非常敏銳 所以看到桌子馬上體悟到 桌子的背後是空性 空性的毅力支撐著它 所以你需要被訓練嗎 你才不會迷失在很low 要想這桌子要搭一點 要顏色要漂亮一點 要幽默的才好 你想的永遠都在現象界 你必然煩惱很多 知眾生根在這裡 就是菩薩永遠了知眾生的根器 以及共眾生想要什麼 權貴名利啊對吧 所以菩薩太了不起了 蓋諸大眾 就是這些菩薩 功德智慧超出了大眾 得無所謂 菩薩以正物四大無慰 剛剛講的四大無慰 然後功德智慧以修其心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 有沒有 就是用功德智慧來修養身性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今天的很短就這樣子而已 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看到沒 向好延伸色向第一 這都經文 紅色都經文 菩薩內聚至高無畏的得恨 外表向好莊嚴 就是他不只有內得 他還有外得 讓人人見人愛 捨出世間所有的嗜好 嗜好就是裝飾的好 什麼帶鑽石啊 帶祖母綠啊 菩薩不這麼做了 捨去世間外向的行好 就是他也不需要鑽石嘛 他也不需要祖母綠嘛 他自己就發光又發熱了嘛 對吧 名稱高遠玉與虛弥 他的名聲啊 高遠到朴周變十方 超越虛弥山的五遠佛界 身性堅固猶弱金剛 他對佛法的身性 性願形那個性堅固到像金剛一樣的 不可摧毀不可壞 法寡普照額玉甘露 他就像那個 他的弘法立身幫助眾生的心 就像甘露一樣的滋潤每一個人的 每一個眾生的心 所以叫做弘法立身 愚眾言 愚眾言音微妙第一 就是菩薩所講盡說法出來的聲音呢 超過了絕勝 就是說他不只因只好 更重要他深入到惹眾生的心 深入緣起 為什麼可以 菩薩可以做到這麼多的好 是因為菩薩是深入緣起 斷誅邪見 有無兩邊 邪見就是有無兩邊 都是邪見 無負於襲 菩薩講盡說法 是根據緣起信空的法理 一切法了不可得 因為你看到的這些現象界都是有 但是菩薩超越你的單一面向的有 他同時告訴你 他背後是空性的毅理之爭 是深入緣起 一切的邪見都因為執著於所得 想要有我執法執 或於有執有所得 就是堅持說 這個有現象界一定有 而且執著於一定有所得 或者是說他無 就是說空氣無啊沒有啊 而且還說空氣雖然看不到 但是還是有所得 那這都不對嘛對吧 菩薩他會藉由這些現象界告訴我們說 這些執著於有無兩邊的都叫做邪見 應該要超越有無兩邊 然後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 戒除我們最細微的習氣 讓我們永無煩惱 今天應該就是到這裡了 對祝福大家妙起祥如意